來,我看到媽咪嗎? 看到媽咪嗎? 嗯 厲害 媽咪在哪裡? 嗯,怕有怕多嗎? 你看媽咪在這裡 一點點 大臉擋住了 大臉 大臉弟 就不會吧 完全煩悶 不舒服 就不會吧 可不思議 就不會吧 不思議 不思議 就不會吧 我看到嗎 啟哲 歡迎 字幕字幕 Mix some more 牠自己會走耶 走了走了 轉彎了嗎 蘿蔔豆耶 現在有一趟 踩一踩的牠 牠的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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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狽的牠 牠的牠 有馬人 牠的牠 牠的牠 芙草 夢遊 吃 舌頭 不是 她是それで 她不想撈 她不想撈 服務員 吃雞蛋 REALLY NONTRY 放在這裡 豬洋豆腐 那自己跟哥哥跑 你先吃嗎 你先吃嗎 抓到了 可以吃嗎 不要忘記 就這裡 什麼東西 白色 哪一個 白色是 那個吧 燒賣 知道了 謝謝 很厲害 似乎好吃嗎 哇 哇 然後雞蛋 然後這個 燒賣 還有 芋芋好多 還有 枝芋 枝芋也有耶 真的耶 芋芋的多很多 芋芋的多很多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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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下面嗎? 嗯 好啊 可以嗎? 怎麼了? 我牙齒也有 你把它吃完一起吃我牙齒啊 你要現在吃喔? 你吃完飯就吃我牙齒啊 趕快吃 吃完飯就可以吃我牙齒啊 你喜歡這裡喔? 嗯 那不是霧蜜啊? 那個是山東高啊? 是蛇啊 是河啊 這個喔 桌上比這個大對不對 嗯 那個比這個好像剪刀園 比較大比較簡單喔 嗯 是喔?太小太難拿了嗎? 嗯 所以你以後可以拿大鴨泥的喔? 嗯 什麼?你要幹嘛? 你要吃蚵鴨子了喔? 嗯 這麼快喔? 蚵鴨子在哪裡啊? 在 在你的包包裡喔? 真的欸 我吃蚵鴨子 稍後 吃蚵鴨子 快吃蚵鴨子 吃蚵蜜子 吃蚵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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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你好我是毛爸 常常看我們影片的毛友 應該都知道說我們幾乎會努力 朝每日更新 日更這個方向前進 但是最近看我們影片 應該發現 根本 不是日更 兩天搞不好還爭不住一支影片 那為什麼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最近我們到底在忙什麼好了 那要說我們最近到底在忙什麼 就要從 我跟毛媽想做的事情開始說起 在 小毛出生前呢 小毛 小毛是誰 不知道 你不知道小毛是誰 嗯 那媽妹是誰 小毛 媽妹是小毛 叮咚叮咚啊 潑潑呢 潑潑是什麼 潑潑啊 叮咚媽 你下來這個 不要在那邊用 不要用這個 會壞掉 會壞掉 很早以前想做的事就是 我想要開一間 青年旅社或者是民宿 那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小毛出生前 已經完成了 三分之一吧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找物件 然後 有去談裝潢 但是就後來發現 媽媽就懷孕 等一下 你在幹嘛 找好物件 然後也談好裝潢 但是後來發現 毛媽懷孕 這件事情就先做吧 那後來就一直 到現在吧 結果前幾陣子 大概兩三個月前 我們開始想說 好 那我們要繼續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小毛也開始上 不要拿 這給你 你拿這個就好了 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拍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在兩三個月前 開始準備要再次找物件 那我們已經聯絡好房仲 請他幫我們找一些 可能可以做成那個 Airbnb的房子 那我們要找的方向呢 看這個地圖 這個位置的左邊呢 其實都算是 三下 在這個關西地區 現在最怕的一個叫做 南海托拉湖 它是一個強陣 以文獻來看 每一百年呢 都會發生一次 但是 那上次我們 看NHK的 有一個 就是講這個 可以啊 南海托拉湖的 日劇 算是日劇吧 一個影片 然後它就是說 在這一條線的 左邊這半邊 全部都會 被海嘯清洗 所以我們要找房 找到這個地方 那 這個地方比較難找 所以我們也花了一陣子 想說有沒有喜歡的物件 但就這個物件 我們找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想到 欸 我們做這件事 雖然是自己想做的 但是 也要顧權 到底呢 不能賺錢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民宿 買下去 然後自己做 要做多久才可以回收 但是 又想到說 如果這個時候 發生大地震 那來住我們民宿的人 如果有什麼危險的話 我們沒辦法 擔這個責任 也不希望就是 住我們民宿的人 會收到危險 所以我們就又在考慮 很久之後 想說 還是不要好了 那 我們不做民宿了 之後 那怎麼辦呢 就會連接到我們第二個 想做的事情 對 那說到這裡 就連接到我們第二個 想做的事 就是其實我們想要 全家一起去留學 一起去學英文 全家一起留學 學英文 到底要什麼時候 我們就想很久 其實從 小毛肯2歲的時候 我想說 嗯 那2歲的時候 準備要學講話 那去學英文 應該不錯 但是呢 弟弟就 懷孕了嘛 所以我們又沒辦法 做這件事情了 那 剛好到現在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找地方去留學 去英國 還是澳洲 或者是到紐西蘭 還是因為預算的問題 我們去菲律賓好了 但是 就覺得 那如果他們現在 學會英文了 到底對未來有沒有幫助 會不會記得 會不會一下就忘記 因為我們頂多去一兩年 然後小貓回來 繼續接他的小學 可以嗎 可以啊 所以我們又在想想想想想了很久 我們到底 該不該去學英文 對 後來呢就想說 啊 他們現在也是日文加中文 那中文的程度沒有日文好 如果再加一個英文進去 到底會不會對他們的腦負擔太大 還是三個語言都變得不太好 我們就在想怎麼辦呢 不如 先把中文加強好了 因為日文的話 他遲早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基本上 預定就是在日本讀小學 所以日文沒有問題 那小貓在明年呢 就要升小學 欸 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台灣讀小學 讓小貓讀了一年的小學 那這樣一年小學 應該會對他的中文程度 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們又往這條路邁進 開民宿 算了 學英文留學 後來就想說算了 那現在的方向就是往 那回台灣學中文好了 找這條路邁進 所以呢 這段時間我也是 就一直查資料 那因為他們兩個 現在沒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所以想說 那要取得身份 還是用外國人的身份進去 這我也在查資料 如果有知道的話 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我找不太到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但是 但是 後來又遇到一件大事情 這件事情呢 還沒有確定怎麼辦 所以 等我們這件事情 接下來下一件事情 再完整一點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到底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還沒有完全的那個明朗化 我還在查資料 還在努力中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就是在忙這些事情 導致我呢 比較忙 沒有時間剪輯影片 很抱歉 很多毛友都會擔心 我們到底 有沒有問題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就簡單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最近 到底在忙什麼事 這裡是大河川公園 前幾天 我在把我們的影片 重新上傳到臉書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 小毛在這附近 跑的影片 所以想說 今天好天氣 那他們也快要放假 我們就來這邊 吃吃便當 等一下玩一玩 跑一跑 那我的臉書的連結在下面 希望大家幫我分享 然後幫我按讚 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想要讓臉書的 按讚數想要高一點 希望啦 所以我會努力進行臉書 然後貼很多照片 什麼的 還有影片 會上傳照我們的臉書 連結在下面喔 希望你幫我們按讚 好不好弟弟 可以嗎 可以嗎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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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電腦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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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來按讚一下 喔 你是按六喔 你用跑的 這樣一次就好了 這樣一下下就好了 不用轉 很簡單 然後手放橫的 然後跑 跑步 哇 回來 回來 再一次 進去出來就好了 很快 不用繳繳繳 好了 喔 好嗎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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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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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買 快點 快買 我們 快點 快點 好